对于那些喜欢酷炫发型的人来说,你们一定会想试试这种名叫Expression Pixel的新发型。 这种新型的染发热潮,主要是指在头发上,展上一些不同颜色的色块,以达到像素风格的马赛克效果。 西班牙马德里Expression创意发廊的色彩三位专家手创了这种,最奇爱的染发方式。 马赛克染发不仅在一些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很大的讨论, 而且连真正的主流时尚达人和那些不断寻找新造型的极客女孩都认为这种新发型非常有个性。 很多时尚界的人更是认为这种染发方式将会在未来引起轰动,成为下一个人人追捧的发型。 化妆品名牌陆华龙显然也很同意这一观点,于是他们去年秋季的美发广告中便运用了这种染发创意。 虽然这种染发法在杂志或T台上看起来很扣炫, 但一些专家认为现实生活中要染这种头可能难度很大。 最大问题就是,这种发型显然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而一旦发色退了,要补染成原来的样子会很难。 一些专家还认为这种发型需要很高的保养费用, 为了要保持发色和发型,你可能需要平淡地去发廊。 不过如果你们希望自己的头发一直看起来像电脑屏幕破格螺丝方款, 这种马赛克染发方式可能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据报道这种染发方法已经风靡了世界各地的发廊, 所以它成为流行发型大概只是时间问题。 。